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那今天呢 咱们返谱归真吧 回到初中讲讲这个木马人的运动版 我觉得有必要再讲讲 因为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他前面唐大叔没提过的 所以呢 来好好聊聊这台最最初中的运动版吧 唐大叔呢 一边看着这台车呢 一边其实也是情绪蛮那个的吧 因为什么呢 这个Sport运动版 其实是最最早的这个一款木马人吧 从他之后呢 大概02-03的时候 才开始有卢比肯这个特别版出来 所以呢 说了这些呢 就是现在马上要改款了 以后可能样子有一点变化了 但是呢 所有的一切啊 包括现在我们丰富的特别版 都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 一个两门的 首先呢 在咱们眼前这台是2017的 吉普木马人运动版 那是下半年生产出来的 初一看到的时候呢 唐大叔差一点就误以为是 这个威利斯威勒 这个威利特别版的 这台车 因为这个轮胎 这是一个卢比肯的轮胎和轮毂 那后来深深一研究之后呢 那发现这是下半年偷偷摸摸的吧 放出来的一个新选项 也就是轮胎和这个轮毂的选项 提到这呢 唐大叔前两天做过视频 介绍那个新JL的小道消息 其中一部分就讲到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木马人将来会开放这个轮胎 还有前后金属防撞的这种的选项 那这为什么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原来传统来讲 咱们除非选择一些吉普木马人特别版 像有一些唐大叔讲过的这个东基特别版 那个卢比肯的瑞康特别版 75周年纪念版 这些都自带的前后金属防撞 那另外的话呢 轮胎一直以来只有卢比肯 或者是威利斯威勒这些特别版 有卢比肯的这种泥地轮胎 其他呢一般像我们这里看 沙哈拉的都是这种轮胎啊 75周年也是这种全地形轮胎 AT轮胎吧 或者我们叫 那这台卢比肯和这个新选项呢 就是MT轮胎 那当然如果更妙想一点的话 将来是不是直接还能选这种 KO2轮胎啊 Micky Thompson轮胎啊 Durax那种轮胎啊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副厂轮胎 那至少现在看KO2是很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大雄版啊 还有冬季版都能有这个KO2轮胎了 首先咱们从正前方来看 莫马人呢 这个JK两门的非常标志性的这个样子 那前面呢 7个前脸 7Slog Rail 代表吉普呢 被喜欢的七大洲 也是当然代表他可以go anywhere 去任何地方的七大洲随便你去 当然运动版非常简约的 没有加什么东西 比较起这个沙哈拉的话 中间会加这个银色的insert 这种东西 但这里就没有 我觉得也很好看 再来的话呢 运动版和鲁比肯都是这种塑胶的 硬塑胶的前后防撞 还有前后的挡泥板 那这些东西呢 第一的话他也算磨损品嘛 去浴野的时候刮来刮去不太怕 又来说沙哈拉了 为什么沙哈拉比较偏城市 那他要喷漆的 当然下半年有选项可以选那个喷漆 但唐大叔喜欢运动版这种简单之间和经典的这种设计 再来的话呢 两门其实和四门开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那唐大叔是硕心的话喜欢两门 当然实用性四门就会好一点 那具体从性能和改装的角度呢 两门同样高度 假如说三寸或者四寸 他其实因为他轴心短的关系 他可以去到更多地方 当然四门的话有个好处就是爬大鞋坡的时候 不容易翻车 转弯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再绕到后面呢 那就看到这个 这个现在有的这个选项里面 这可是真真正正和卢比肯一模一样的 这么一个轮胎和轮毂 包括下面这个 大家看到红色一点点 那这个呢 其实跟卢比肯也是一样 这个算heavy duty的这种offroad的逼阵 就这么一看 如果说唐大叔已经有过损招 你把这个sport的贴纸去掉 旁边贴一个卢比肯 把sport去掉 那就是看上去 就是一个卢比肯 从原厂配置的角度呢 木马人呢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空调 手摇窗 我说的没有空调是有暖风的 但是冷气没有的 这么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这个木马人 那唐大叔其实很喜欢的手摇窗啊 手动挡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空调这个选项 当然可以去选 如果不选的话呢 很多人是喜欢整下的预算全都用在改装上的 所以在美国特别流行这么做 大家疯狂买sport 然后把剩下的钱再添一点钱去改装这个车 那这种方式呢 你就可以用最大的性价比买一个基本的这个木马人 因为木马人你从卢比肯和运动版真正区别 除了一些小费质对吧 最主要卢比肯的话 它是有那些差速锁啊 还有那个square discount rate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付厂通过去改的 那从一个运动版到一个卢比肯价位还是差个万八千的 那这些钱完全可以把一个运动版改的非常牛叉和非常具有越野能力的车了 所以这也就是运动版 其实一直深受 大家喜欢 说心里话 如果是外国人很多是喜欢极限越野的 当然我们国人有很多 你车越简单嘛 那问题越少 如果特别是配手牌这种 大家也知道如果万一死火的话 那自动挡的它是不太好走的嘛 那手牌至少还能推车启动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东西 大家现在看不太到了 推车启动这些东西 那这也是手动挡一个优势 回到里面配置 我们往里面看一看 这台车选配了电风电锁 不然的话这里会有手摇窗 对吧 那里调窗户也是自己手动去调 用钥匙开门 再来的话是一个像Sport S一样 这种皮包住的 不然的话它会就是一个塑料的 也挺有意思 包括换挡的 自动挡也好 手动挡也好 椅子当然咱们都喜欢布椅 皮椅什么的都是浮云 当然越野来讲如果怕脏 那就弄一个套子 有人也喜欢皮椅 皮椅这个方式 如果圆长选也可以的 不选的话 都可以用其他部长的方式再去加 再来的话 唐大叔很喜欢这种 old school的CD player 然后简简单单的一些东西 再来 这边如果是标准版的话 中间没有写AC两个字 就我说的没有冷气的空调 热风是有的 而且非常强壮 强壮 非常强风的 冬天的时候 或者夏天天气有点 就是晚上凉的时候 开着空调 敞着棚 对吧 因为木马人要敞着棚开的 所以空调是很强力的 至少是我知道车里面算是最强力的之一了 在后面就是两个座位 这个车两门的木马人只能坐四个人 我一般建议后面的座位可以拿掉 如果你平时就两个人开 可以放行李 可以放东西 然后上面咱们再加一个架子 放个帐篷 就可以出去玩了 其实这些都没有太大区别 对吧 那反过来说了 就是唐大叔如果说 推荐大家买这个运动版的话 你跟他怎么配比较好 那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必要的 咱们追求比较好的性价比的情况下 这个是 第一呢 咱们就是可以考虑软顶 当然硬顶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软顶 那可就是一直用软顶 不然的话 你哪天想换硬顶的话 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像4S店做的话 连线啊 硬件乱七八糟的 可能四五千块钱 那你还不如就选上了 一开始 然后再买一个副厂的软顶 那第二的话呢 轴笔 先提到这个 一定要选373的轴笔 这是原厂能选到最大的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 看我以前讲轴笔的一些视频 就讲过了 那再来的话呢 Connectivity Group 这个的话呢 第一带了蓝牙 就方便一点 现在安全一点 第二的话 它有开压监控这一块 所以Connectivity Group 一定要选上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觉得如果遇上可以 可以选空调的 如果是说你这个车 是第二台车 平时开别的车 这个车就是夏天冬天 越野的什么的 那夏天没所谓 裸奔嘛 那可以不要这个东西 追求最大性价比 那这几样 骑活之后呢 就来到这个17年的下半年最新选项 唐大叔是非常喜欢两门 就是不改装情况下开这个卢比克轮胎的 我觉得特别有极朴的感觉 而且夏天好冬天好 这个哪都能去的 95%的地方嘛 再来剩下3% 你可能要加高个2寸3寸 最后剩下的12% 你可能要加到更高6寸啊 或者40寸轮胎那种夸张的组合了 也就是说木马上基本哪都能去的 那这个轮胎是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 就是换轮胎啊 投入其他的钱 那先这么开着 将来再慢慢改 那从一个运动版一点点看你的 吉普的外观变化啊 那你这个一点点性能变化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样东西 那今天呢 不要怪唐大叔没有太多干货 知道这个JL的越来越近了日子 忽然呢 就看到这个运动版呢 不知道吧 有一点感觉 有些话想说吧 所以跟大家聊一聊 非常感谢呢 大家的观看 也听唐大叔在这叙叙叨叨 说一些自己的感想 如果还没订阅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对吧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欢迎跟唐大叔互动 然后也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最好留言给我 不要给我差评了 当然呢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化 那喜欢买吉普呢 或者聊吉普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加唐大叔微信 大家吉普迷互相分享 那非常感谢大家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